第十一届海峡论坛 马祖文化活动周6月10日 在福建莆田美洲岛举行 作为此次活动周的重头戏 由福建美洲岛管委会和台湾旺旺中时 媒体集团共同主办的 2019第28届金赌奖 马祖文创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同期举行 记者看到此次大赛作品 评选经历初选、复选总决赛 分学生组、社会组及光摩组 上百个团队报名参加 总计收到参赛作品超过1251件 为民众呈现了一场创意的盛演 在众多的参赛者中 记者见到了来自台湾府人大学 应用美术系的大三学生黄艳瑜 此方他带来的文创产品 波比包包也获得了好成绩 台湾那时候很多妈祖在寻老 然后我就想说第一次来的人 然后不太知道妈祖寻老需要用一些什么 包里面会有帽子水平 然后毛巾 然后这边有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人都不知道需要准备一些厚袜子 比较不会骑水泡 然后酸痛药布 然后还有药膏 然后这些都是放到这些包里面 除了台湾高校的学子外 大陆的青年设计师也积极参与到比赛中 两岸青年带来的设计产品创意十足 既有妈祖的卡通化形象玩偶 旅游纪念品也不乏实用型的小物件 我选取的形象也都是妈祖传统的形象 包括这边还有就是结合民间减子的形式来做的 就是一些很传统的东西 但是希望他能够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所以说他所所应用的东西 比如说台灯 胶带还有这些的名片夹都是年轻人所现代人所应用的这些东西 主办方表示希望借助金独奖的平台 开展以金阳妈祖为基础而衍生的妈祖文化创意设计 传播力得 形上大爱的妈祖精神 宣传弘扬妈祖文化 推进妈祖文创IP的建立 也促进两岸青年的交流互动 两岸共同来办这样的一个大赛 那也许在经由这一次以后 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创意的火花 能够激发出来 文化是两岸共同的这个根源 那台湾在创意这一端 而大陆是在产业这一端 两岸在文化创意产业 有更好的一个互补 然后有很好的推进的作用 如果没有好的创作端 它就没有好的IP 所以创作IP的人千万还是要 谨守本分 就是说先把自己的内容做好 先把内容做好 才会有产生好的IP 才会有好的延展性 假设你创造一些角色 但是你要让这些角色有生命力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外形 一定要让你的角色有生命力 然后这个故事有生命力 有延展性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IP 不可或缺的 继续了解到 金独奖以出生流毒不怕虎为理念 推广高校达1141所 成为两岸创意交流 时间、人数及影响力最大的专业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